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三十四集 玉婷和凤英 见大哥一清早上门 不知他有什么事 都瞪大眼看着他 玉婷问他哥 有什么事咧 啊 什么事也没 孙玉后开始用烟锅 在烟布袋里挖汗烟 孙玉婷也乘机掏出自己的烟锅 在他哥的烟布袋里挖了一锅 孙玉后干脆把烟袋递给他 让玉婷给自己的烟布袋 倒了一大半 玉后问玉婷 冬天公社在咱村会战时 各村来的那些民工 你大概都能认识了 玉婷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哥 不知道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说 大部分都认识 那些女娃娃你认识不认识啊 玉婷更奇怪了 一时不知怎说是好 正在锅台上切南瓜的贺凤英 听见这话 敏感地放下切菜刀 只愣起耳朵听这两个人说话 你看那些女娃娃中间 有没有合适给绍安说个媳妇的 孙玉后接着就把话说明了 哦 孙玉婷几乎要笑了 他原来以为他哥听见外面 有传他和外村女娃娃有不正经关系 才这样盘问他 他在这一刹那间很紧张 他生怕他哥当着贺凤英的面 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 让他下不了台 原来是这 孙玉婷轻松地抽了一口烟 说 合适的多着嘞 恐怕就是彩礼你出不起啊 彩礼先撂过别说 你先就说哪个村谁家的女娃娃合适一些 咱这光景也不挑高 可以一些就行了 彩礼怎能撂过不说呢 只要掏得起彩礼 绍安这样的后生里面要挑谁就是谁 玉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孙玉后在心里说 当年我为你娶媳妇 借下一河滩账债我也没心松 现在我给我儿子娶媳妇 哪怕把我这把老骨头卖了都心甘情愿 你现在有家了 看把你张狂的 不过他压住满肚子的不高兴 对弟弟说 不管怎样 少安年纪也不小了 人到了年龄 这件事就要考虑 至于彩礼钱 到时再向村里人赚着借吧 当年你们过事情还不是借别人的吗 瘦几年熬间也就把账债还了 孙玉后忍不住提了点往事 孙玉婷一下子脸通红 不再用一种轻松的口气来说话了 他手在脸上摸了一把 说 叫我想想 看哪个女娃娃和少安般配 这时候 贺凤英停止了手中的活 从锅台后面转出来说 大哥 我娘家族里有个远门侄女 她妈死得早 一直是她爸拉扯大的 劳动和家务活都好 去年我回家时 她爸给我安顿说 看能不能在咱们这面给瞅个人家 只要女婿本人好 她一个财礼钱也不要 我一直没把这当一回事 我看 这女娃娃正是少安的媳妇 那女娃娃肯定看上少安了 人家又不要财礼 如果少安情愿的话 请上几天假 到柳林那里去一趟 看一下这个女娃娃 又误不了几天功夫 孙玉后一听 有不要财礼的女娃娃 一下子从抗拦石上溜下来 她先不考虑其他 立刻对弟媳妇说 那这没问题 你先给人家去个信 我回去让少安准备一下 就让她尽快走一回柳林 不得逞也没关系 这又花不了几个路费 人常说扣个麻雀 还得几颗骨子来 玉婷马上接着说 那这事好办 我和凤英今天就给柳林那边发信 玉后再不愿多说什么 即刻就出了玉婷的院子 往家里走去 一路上她情绪很高涨 觉得她运气不错 无意中碰了一个不要财礼的女娃娃 得赶快回去和少安商量这事 让她过几天就动身走山西 孙玉后赶回家里时 少安已经出山劳动去了 老汉压制不住自己的高兴 就把事情先原原本本 给老婆说了一遍 少安妈听了老汉的话 一时倒没显出什么激动 她停了一会儿 才忧虑的对丈夫说 不要彩礼当然好 可是这女娃娃是赫凤英一个户足的 要是像赫凤英那样的性情 少安一辈子可就要受罪呀 孙玉后热烘烘的头上 顿时想浇了一盆子凉水 她由于心急可没往这方面想 少安妈说的对 要是那女娃娃和赫凤英一样 可的确不敢给少安娶回来 这个家已经经不住折腾了 来个糊涂女人 把少安和一家人折磨得不能安生 还不如先不取来 孙玉后蹲在脚地上抽了一会儿烟 思量了大半天 然后又对少安妈说 你说的对 也不对 人常说 一娘生九主 更不要说那女娃娃 虽然和赫凤英是同一户足 但不知隔了多少倍 怎能就一个样呢 我看 还是让少安跑一趟 叫她亲自见见面 看到就怎样 行了当然好 不行了拉倒 又贴配不了什么 少安妈又觉得 老汉的话有道理了 是啊 怎能凭空就说 那女娃娃和赫凤英一个样呢 话再说回来 自家者光景 好不容易碰上 这么个不要彩礼的人家 不敢轻易错过机会 她马上支持老汉的意见 同意让少安到山西相亲去 当天中午吃完饭 孙玉后老汉就把这件事 给少安摊开说了 少安听父亲说了这件事后 脑子急忙先反应不过来 他就要正式相亲去 那就是说 他要娶个媳妇回来 从此就要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 生孩子 他也将要有孩子了 自己不久前 也还是个孩子呀 但少安的内心 开始翻腾了 他想 这件事迟早总会发生的 他的年龄 的确不小了 村里和他同龄的人 已经媳妇娃娃都有了 看见人家小两口子 一块亲亲热热 自己心里就忍不住 冒乱半天 可是 少安立刻就想到了润液 尽管他对润液早已死了心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自己和润液结合的可能性 但一旦他自己要找另外一个女人的时候 他就以无比痛苦的心情又想到了润液 他伤心地认识到 他是多么地热爱和留恋润液 是的 他和他的感情 本来就像苹果树上完整的一枝 在那上面可以结出同样美丽的 红脸蛋似的苹果来 现在 却要把自己的那一部分 从上面剪下来 嫁接到另一棵不相同的树上 天知道那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 生活的大剪刀 是多么地无情 他要按照自己的安排 来对每一个人的命运进行剪裁 一切都毫无办法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 这不是宿命 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 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 或者实现 孙少安最后一次审视了 他和润液的关系 结果结论和开始时的认识 完全是一样的 其实还有必要再考虑 他们之间结合的可能性吗 一切都明白着 就像金家湾和田家哥老 隔着一条东拉河一样明确 但是这不由人呢 再强大的理智力量 也无法像锁子锁门一样 锁住感情的翅膀 几天以来 孙少安心神不宁 目光恍惚 说话常常前言不达后语 他已经答应父母亲 去山西乡亲 但却迟迟没有动身 这天下午 父亲又一次催促他上路 母亲已经用半生白面 给他烙好了几张饼 让他在路上当干粮吃 不动身看来不行了 绍安只好对父亲说 他明天就起身去柳林 说完这话后 绍安就去找了副队长田福高 说自己要出几天门 让福高把队里的事领料好 主要不敢误了厨地 虽然天汗的 快把庄家晒死了 但该做的活路 一点也不能少 俗话说 锄头下面有雨 多除一遍地 就大不一样了 安排完队里的事以后 天已经接近黄昏 绍安感到自己心潮澎湃 无法平静 就一个人蹚过东拉河 穿过庙平 一片绿莹莹的枣树林 然后沿着梯田中间的小路 爬上了庙平山 他站在山顶上 望着县城的方向 两只手抓着自己的胸口 他面对黄昏中 连绵不断的群山 热泪在脸颊上 刷刷地流淌着 原谅我吧 润业 我将要远足他乡 去寻找一个陌生的姑娘 别了 我亲爱的人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 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 在这段时间里 他经历了贫困 饥饿和孤独的折磨 经历了初恋的煎熬 和失恋后的更大煎熬 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 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 反而趋向于平静 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 却增多了 这并不是说 孙少平已经成熟了 不 从一切方面说 他仍然是一个 没有成长起来的青年 从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 到他和田小霞 去黄园地区参加了革命故事调讲会以后 尽管他的物质生活 仍然没什么改变 但他的精神世界 却开始丰富起来 另外 他现在已经有一身 像样的兰卡吉布制服 站在集体的行列中 看起来和别人也没什么差别 而且 由于他个马高大 反倒显得漂亮和潇洒 他用省下的一点零钱 买了一副最廉价的牙具 把一口整齐的牙齿刷得雪白 梳子和镜子他买不起 也不好意思买 就常背转人 对着教室的玻璃窗户 用手指头把头发 梳理得大约像那么一回事 如果孙少平再有一双 像样的运动鞋 那就会更神奇一些 他现在已经克服了刚进学校时的那种拘谨 无论和熟人还是和生人交往 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了 加上他演过戏 又去黄元讲过故事 见了世面 这半年 不但担任劳动干事 还被选成班上管宣传的团支部委员 因而显得比一般同学都要活跃一些 班上的同学都开始对他尊重起来 尤其是一些女同学 也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了 就好像他是刚出现的一个新人 但是好红梅对孙少平的态度 仍然是平淡的 这段时间以来 好红梅和顾养民已经真正的好起来了 有人看见他已经去过一回养民家 并且说他现在用的那个大红皮笔记本 就是顾养民送给他的 孙少平现在对此很平静 心理上不再产生任何异常的反应 生活已经在他面前展现出更宽阔的内容 他的眼光开始向四面八方蹦射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陆瑶 演播阳辰 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